- 好大聲喔 嚇到我了 怎麼會這樣 主張 比我還好有氣勢啊 不是 而且我今天來到桃園 桃園又跟你有關係了嗎 我跟你講 你那什麼鹹舞的口氣 听清楚了 我是真杠的桃园女婿 也就是我老婆 我太太 我内人 是土生土长的桃园人 所以桃园我能不熟吗 看来我 就一定摆脱不了你了 你为什么要叹那么大一口气 我告诉你 既然我身为桃园女婿 我今天有准备 我是资深的美食宝贝 今天就要带你去吃好吃的 什么好吃的 我跟你讲 因为我知道你是甜点控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准备了 桃园十大伴首领名店 让你甜点假烫害 来个下午茶吧 丰丹 甜点很可以 当然 哥 我看你今天这个 高大帅气 玉树林丰 根本就是台湾马东石 马东石 叮叮叮叮 太多了 OK 太多了 好吗 想知道有什么东西吗 今天要吃什么你知道吗 那你可以帮我透露一下 有什么样的甜点吗 我跟你讲 听好了 首先有 斗来尔莫的最爱 铜锣烧 让你一吃就爱上的铜锣烧 还有超绵密的波士顿派 让你回味无穷 最后最后再来一个杯子蛋糕 是 风哥 赶快走啊 什么 什么 风哥 赶快 走 你什么时候到那边 一讲到有甜点 司司真的是跑得比飞得还快 是说既然来到桃园 这间位于桃园明安路 创立将近50年 还曾经荣获桃园市 十大伴手里的甜点名店 就绝对不能错过了 店家除了专业经营各式甜点 在烘焙技术上 也是不断追求创新 原物料的控管更是严格把关 就是希望来店里购买的客人 能够吃到最安全 最高品质的美味甜点 看到这里 我的口水已经流得满地都是了 赶快来享受今天的甜点派对 咯 讲到甜点 你跑真快 秒不见 一定要的啊 我许全店 风哥 对 你说 你说 这家店 忠实是 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身为桃园女婿 一定要知道 在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 有什么厉害的 伴手里这种东西 十大名店 行不行 而且一定要吃的 就是它的铜锣烧 还冰冰凉凉的耶 非常的赞 是的 不过那个多拉萌最喜欢的 就是铜锣烧 就是红豆口味 不过你知道铜锣烧的由来是什么吗 多拉萌 铜锣烧发表光大 但是到底它的由来是什么 它的由来呢 其实这个要回到 这个日本江户时期了 江户时代 对 因为那个时候有战士 在打仗 然后就有一位军官他受伤了 他受伤就躲在 这个一般的民宅家里面 那他为了要感谢 就是收容他们的这些人 所以他就把这个军用的乐器 叫做铜锣 就送给他们 你说那个铜跟锣 对 因为他们要使用铜锣 来当作这个传递军事的暗号 阵况等等 还有一些行动 他们就通过这个铜锣 来传递给对方 了解… 是… 所以他送回这个民宅之后呢 民宅的主人 突发奇想 在铜锣上面涂上薄薄的一层 小麦面粉 还有像是面团等等的 然后把它加热做成了面饼之后 它就在中间再加上豆沙馅 于是就拿出去贩售 到这个市集上贩售 就这样子 烏心叉流流成汁 对 就变得流流成汁 对 造成这样子的东西 对 就于是就有这个铜锣烧 所以端爱慕真的喜欢吃 然后他把铜锣烧发扬光大 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而且其实像日本有一些知名的 那种老荷果子店 对 他们在那边制作的铜锣烧 叫做三立山 三立烧 不是 不是 三立山 然后因此关系的地区 那边又叫做是三立 所以其实这个铜锣烧又叫做 三立烧 这个口味是那个红豆牛奶 对 就是小叮当豆奶 那种最爱的口味 所以可以吃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来试试看 我跟你讲 我真的很少吃到 因为我也是铜锣烧的粉丝 真的吗 我很少吃到外面这一层面皮 这么软Q软棉的 我觉得它咬起来的口感 有点微微像那种souffray的感觉 但是它介于souffray跟 一般我们吃到铜锣烧的那个 你知道嚼劲的中间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咬起来软棉之外呢 它里面这个红豆很香耶 来 我来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吃铜锣烧 你们一口就没了是不是 没有 一口有点难 有直接 哇 这铜锣烧的正点 因为它里面的馅呢 经过冰镇之后 就像冰激凌那样 你咬到那种沙沙冰冰的口感 然后重点是它的红豆泥很香 你还吃得到带壳的 它里面的红豆还有带壳 然后再加上那个牛奶 牛奶我觉得它的比例 比较少一点 但是牛奶香气是有的 牛奶香气有喔 重点是它外面那一层 铜锣烧的面皮 太香 太好吃了 很惊人 对 然后它不会太甜 而且我跟你说 因为现在的人已经没有吃这么甜了 它也慢慢在调整 现代人的口味 非常的清甜 香气很足 然后重点是 它真的很消瘦 这个是一个消瘦的铜锣烧耶 冰冰凉凉 重点是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对 它们有焦糖马奇朵 巧克力 然后芒果 它有季节的 芒果固食的 夏天是芒果 然后冬天是草莓 草莓 然后还有牛奶塔士达 点糖芋头 就各种 羽字晶食 还有地瓜口味 但是它是有很多的口味 它都有 我们马上再来吃另一个口味好不好 好 这个是提拉米苏 也是店里的人气商品 一起吃... 好 不要想到 看起来是白色的内馅 可是它现在嘴里是 提拉米苏的味道 是 好特别 我觉得这个好口味 我喜欢 因为它里面你看颜色 就像雪花一样 对 很白净 可是它的提拉米苏的香味 刚刚好 嘟嘟好 搭配它那个红楼梢的外皮 超好 它有提拉米苏的香气 而且我觉得它吃起来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因为它有这个冰镇过嘛 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 有点微微沙沙的感觉 那有沙沙感 我好喜欢那种咬劲 对 因为一般这提拉米苏 你也很难吃到这种口感啊 对不对 你一定是 提拉米苏基本上一喊就 你只有味道而已 你不会有口感 但冰镇多了 它有提拉米苏的口感 好妙喔 真的好吃耶 好喝 它这样子 要不是我们的时间不够 不然每个口味都可以试试一下 要不是我最近发放了三公斤 有可能 我说丝丝 你就算胖三公斤 还是很瘦的啦 别担心 这个冰凉可口的生铜螺烧 光看它柔软的外皮 就让人食指大动 大口咬下后 香气满意却又不腻口 不死甜 而满满的馅料 就是要让你每一口都吃得到喔 真的 生铜螺烧就那么好吃 竟然还有更厉害的 我的天啊 这个是芒果慕斯 波士顿派 季节限定 我脸算大 你看 铺满茫茫的芒果 然后用一点点那个鸡果 就点缀 这看起来就超想吃的 来 你先吃看 对 这个波士顿派 芒果口味 它真的超好吃 超反眠的 而且它奶油超香的 它的芒果其实是有一点点微酸的 搭配像这样的一个波士顿派 你会觉得它有点那种酸甜 酸甜中和的感觉 而且它里面这边还有一层啊 慕斯啊 对 芒果慕斯 它撕起来就是有冰沙的感觉 是 它那一层喔 你搭配这个 你知道蛋糕体是海绵的那个口感吗 然后再加上你这个慕斯的感觉 你会觉得超级清爽 超适合夏天吃 芒果香气很足耶 我懂了 我刚刚你讲酸 酸酸甜甜 酸的时候我会有点害怕 因为我很怕酸 但是它的酸是微微的 而且芒果香是到后面尾韵才出来 就你看它含进去入口之后 蛮重的芒果香气跑出来 这个很好 而且季节水果放上面太正典了 真的是太正典了啦 除了精挑细血艾文芒果 跟吃起来有冰沙感的芒果慕斯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波士顿派的海绵蛋糕 那充满弹性又细致的软绵 再加上使用来自法国的丙级奶油 我只能说这个芒果慕斯波士顿派 真的是深得我心啦 他们店里有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 但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意 桂圆杯子蛋糕 是 你知道这个杯子蛋糕 200年前 杯子蛋糕200多年 对 真的假的 这个有一位名叫做 这个伊莱斯利的女士所发明的 主要流行在美国的北部 那它是在这个明尼苏达州 发扬光大 真的假的 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为了 美国著名的蛋糕圣地 那再来它为什么叫做杯子蛋糕呢 其实它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它的原料 蛋糕的原料 是 在这称重的过程当中 它是用杯子称重的 杯 两杯 对 它是用杯子称重 所以叫做杯子蛋糕 那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是用模具 杯子的模具 下去做烘焙的 所以叫做杯子蛋糕 你没事是不是在家都乱Google啊 好 那你先吃好不好 好 我吃这样才这样一小口 我跟妳講 没有... 妳这蛮大一口的 妳是有什么误会吗 没有 妳就要一小口 吃这样一小口 我至少吃到四五颗桂圆 而且重点是杯子蛋糕 我觉得它的比例是拿捏恰到好处 没有 妳这样讲 其实光拿就知道 它就是 是堆的 对 它是弹的 它不但杯子蛋糕的口感很不够 里面是松的 外皮那也有一层 是需要一点点咬劲的 但是下去之后 你就会有轟松感 里面的桂圆布满在其中 很多 超多 然后上面 我很喜欢它加的那个 类似河果 腰果这种东西 应该是 小河桃 小河桃这种 放在上面 这会增加那个 不一样的口感 香气 这吃起来很棒 这个 尤其我很喜欢它外面那一层 有没有 烤过之后 它有一点淡淡的面包焦香 蛋糕焦香 好棒 好喜欢 我也好喜欢 怎么今天的甜点 一个个都那么厉害 不管吃外皮松软 口味多样的生铜螺沙 还是那清爽可口的 芒果慕斯波士顿派 或是整个外表看似平凡 吃起来却与众不同的 桂圆杯子蛋糕 看得我都少女心大喷发啦 各位不说了 我要出发去桃园咯 GO